成功國小歡慶66歲生日 舞獅表演為校慶活動揭開序幕 好 謝謝 金龍市長謝國良 議長同志偉特別到場祝賀 學生們送上手繪卡片 場面相當溫馨 近年來市任府的美麗校園運動計畫 讓成功國小不僅改善了老舊的體育場 並設置了音樂表演廳 目前工程進入了驗收階段 市長謝國良說 希望藉由校園的環境提升 能夠打造良好的教學品質 我們跟教育處也會努力的 持續的來完成 也許要多花一些時間 但是我們一定會讓 當中國小要達成良好的教學品質 而且一個不紛爭的教育環境 不過我想今天最主要開心的是 慶活他的生日 那最近地震很多 所以也請各個同學們跟老師們 在上課前後 以及上課的時間 大家要多注意 防震和安全 對於老舊的建物 市府也有很清楚的方向 最近都積極的在推動當中 所以我們一起努力度過這些難關 這一次的地震的頻率 跟我們過去所瞭解的地震頻率 相當不一樣 所以一直有人在討論 未來還是會不會有 比較大的魚震 跟新的牆震等等 總之希望大家不能掉以輕心 我們只要對於我們校內的環境 對於防震的這個程序 大家都非常認真 相信 在大家的本意之下 一切都會平衡 校內興建的活動中心 及彩虹跑道相當有特色 當期關心 校園建設的議長同志委說 成功國小這幾年變得很不一樣 希望打造一所特色學校 這幾年陸陸續續從第一個階段 我當選議員的時候 投入了彩虹跑道 跟校長共同來合作 校長的發想 讓我們來支持 然後到我們這個音樂教室的改造 我們的琴房改造 然後到我們這個校區環境 包括我們現在旁邊的這個中庭 也把它做了一個基本的改造 像大學的環境一樣 那我們校門口其實 除了這個通學步道的 投入資源 經費改善以外 我們在校門口做了一個非常特色的 就是有閒置空間 把它改造成幼兒園的這個 這個幼兒園的這個遊樂設施 我們一進來校門 你可以感覺可以用溜滑梯 溜下去幼稚園 那這個其實我們成功國小是開放空間 你就是下課之後 我們是跟市民共同的公園 所以就是我們的小朋友可以進來玩 那也可以跑來運動 所以我們成功國小是24小時利用 也就是說 一大清早在還沒上課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早起會的 婆婆媽媽姐姐們在這邊運動 然後學校放學之後 我們還有非常多的市民朋友 進來休閒油氣跟這個運動 我想成功國小在接下來的發展 我們這個體育館也即將完工 會有容納400人的一個演藝空間 未來也可以有效的來分散 我們文化中心的表演需求 我想這邊會是一個非常重點發展區 我們今年也投入了上百萬 來投入這個廁所的修善 我們一步一步的改造成功國小的環境 成功國小是一所雙語學校 現有二十班 三百五十七名學生 校內設有金融市國小 唯一的音樂藝術才能專班 代表金融市參加全國音樂比賽 旅獲家機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關於沒有教會 吃下去 好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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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